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读懂 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Financial Times 伦敦金融时报最新的一篇全球社论 这篇社论的标题我个人就非常喜欢 它主要在跟我们分享就是说 所谓的Consumer Convenient 消费者便利的黄金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 那现阶段文章在一开始 它就讲了一个场景 我想台湾很多人在看Netflix 过去我们喜欢Netflix说 我们不用被广告打扰 我们可以在Netflix上面去选择 自己要看的电视剧或者电影 而不会被广告打扰 可是最近Netflix宣布 他们要开始增加一个机制 在适当的时候插入所谓的广告 虽然说收费会比较低 不过也代表说 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Consumer Convenient 已经过去了 那事实上这件事情如果成真 包括我们过去所谓的暗需服务 就是里面包挂所谓的共享轿车 甚至所谓的外送服务 配送服务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呢高利率时代来临之后 所谓的低延的资金成本已经不在 过去很多的投资人 他基本上呢投资一家企业 尤其是新创企业 他不在乎你现在有没有获利 他希望你占领三头或者是市场的份额 那能不能赚钱以后再说 可是随着资金成本的增加 投资人变得比较谨慎 所以这样的商业模式正在面临一个压力跟变化 很多的新创企业尤其在共享经济 或者是on demand service这方面的企业呢 他开始要重视所谓的现金流 这造成他必须要缩减他的暗需服务 要求消费者付出更多 可是不幸的是 从去年开始通货膨胀的阴影越来越大 消费者口袋里面的资金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所以消费者在spending 花费上面也变得比较谨慎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需求可能也会均缩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说competition 过去大家知道新创在同样的领域里面 重复性越来越高 如果你今天要看所谓的暗需的电视节目的时候 除了Netflix 我们看到Disney 还有所谓Emerald 也开始提供所谓的串流视频的服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过去很多的消费者 他其实下载了很多的APP 我可以这一个感觉不好 我换到另外一家 可是随着前面两个的阴影出现之后 这种竞争也造成这些企业的压力变得更大 更重要的是监管也在收紧 比如最近英国政府已经开始要求 外送服务的小哥 必须纳入正式的员工 就是你要给他一些保险 或者是劳工的保障 那这些因素在现在发生呢 最主要是在提醒我们 所谓的Consumer Convenience 消费者的按需服务的黄金时代 可能真的一去不复返 大家可能也要做心理准备 也就是说呢 非常容易享受的生活 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伦敦金融时报 这一篇社论的一个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 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 赶快来订阅我们的CH52华士的频道 而且记得喔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